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他們對你們所說的是傳救人的道 可是他講的是實話 可是這背後的主人卻很生氣 因為他是靠著被鬼附的婦人來得利的 所以來下一個 他一連落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 只是簡單的說一句話說什麼 我奉基督的名是吩咐你從祂的身上出來 這個鬼在祂的身上被鬼附的婦女就立刻得了醫治 下一章 那鬼當時就出來 下一個 鬼出來了 那個主人就沒錢可賺了 不能再用這個使女的方式來被鬼附的方式來賺錢了 所以就找了一個名目要把保羅關在監獄 他就說什麼 這些主人就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 竟然騷擾我們的城 我現在講的其實都在聖經當中 我沒有用另外的版本 我直接用荷荷本的 這些人原是猶太人 竟然騷擾我們的城 傳我們羅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規矩 他們覺得說你來到我這個地方好 然後他就要找保羅的把柄 然後接下去就把保羅關在監獄了 下一章 這是監獄 當然導遊也會告訴我真的是相傳 我去了以色列的每一個地方 他都告訴我可能是 沒有一個是可以證實就是 我去過那個彼得岳父的家 可能是 你不知道是不是 然後這個是相傳的監獄 保羅跟他的團隊就被關在監獄裡面了 這是現在看見的 好 下一章 好 這個就是我們很清楚的 就是在半夜他們被囚 在半夜的時候 保羅跟希拉就禱告 喪失讚美神 然後呢 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眾囚犯側耳聽 他們在看 為什麼這些被關的人 他們仍然那麼實樂 他們仍然能夠在 別人在患犯當中 仍然禱告讚美神 為什麼 眾囚犯就側耳聽 接下去就發生什麼 立大震動 然後呢 就發生什麼 然後那個玉族就以為 那個保羅他們怎麼樣 逃跑了 所以那玉族就開始 很害怕 下一章 玉族就開始很害怕 然後呢 保羅告訴他們 沒有沒有 我們都還在這裡 我們都還在這裡 然後呢 你看這個玉族立刻就說 兩位先生 我當怎樣行 才可以得救 所以保羅就說了一句 很有名的話說什麼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家 都必得救 你知道在這樣的一個景況當中 玉族就怎麼樣 受死 全家都受死了 好 下一張 從菲利比離開了以後呢 從菲利比離開了以後 保羅繼續走他的旅行步道 接下去到鐵撒羅尼加 到皮利亞 然後呢到雅典 最後到哥林多 這個是保羅的第二次旅行步道的路線 你看他在中間 他就建立了菲利比的教會 而菲利比的教會這樣被建立 是從禱告河邊禱告會開始 是從女生多一個人開始 所以這個教會很特別 我等一下會說這個教會特別的地方 下一張 為什麼要寫 為什麼他沒有一張一張挑出來 為什麼要寫菲利比書呢 主要是消除以巴佛提 以巴佛提是誰啊 以巴佛提就是 這個教會被建立了以後呢 保羅繼續傳福音 那他們就拆派他們教會的 以巴佛提這個人跟著保羅 所以保羅是團隊 除了我們看見的保羅希拉 還有那個路加這些人 其實旁邊還有人 你有沒有讀到聖經的時候 突然間好像有一個外面的人來講話 我得丟也為你們安 你們有沒有讀到這句話 原來保羅自己寫那個書信 不一定是自己寫 他的旁邊有書記的 然後原來保羅在做監牢的時候 不是他一個人做 他的旁邊還有人 還有人服侍他的 而這個教會拆派了以巴佛提 來服侍保羅 這個教會拆派了以巴佛提 然後他聽到 他們聽說保羅 他們教會所拆派出去的以巴佛提生病了 所以他們就心裡面開始擔心 現在沒有那個email一下問一下 或者那也問一下 請問一下我們教會拆派出去的人怎麼樣 沒有 他們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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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拆派出去的人怎麼樣 原來 當時保羅所寫的書信 全部是透過什麼 人 他到了其他的地方 回過頭來寫那些書信的時候 他就要把那些書信透過人 傳到一間教會 我朗讀了 然後再傳到那個城市的另外一間教會 然後再傳到另外一間教會 那時候沒有email 一下傳全部大家都收到沒有 所以傳信的人是誰啊 就是以巴佛提 所以菲利比書把保羅的信息傳到菲利比教會 就是以巴佛提 當以巴佛提站在眾人面前的時候 你第二句話都不用再問 你不用再問說以巴佛提還好嗎 以巴佛提已經站在他們當中了 所以他不需要再問了 所以消除對以巴佛提的憂愁 然後呢還有借這封信 所以告知雖然保羅在監獄 雖然保羅在監獄 雖然保羅在監獄 可是呢 福音更加興旺 也要透過書信 告訴這些弟兄姊妹說 以巴佛提很好 我在監獄裡面也很好 而且福音反倒更加興旺 然後呢另外也是謝謝菲利比教會 菲利比教會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他是一個也奉獻回耶路撒德 那個教會的其中的一個教會 所以這個教會很特別 那保羅每次在喜信的時候 其實他會糾正那個教會的錯誤的 尤其是我們讀那個 哥林多教會 你會發現哥林多教會 這麼興旺的人才這麼多 然後恩賜人這麼多 可是他們教的問題特別多 而菲利比教會呢 其實有問題了 但是沒有太嚴重的問題 所以呢他就是只有在 有一點點需要注意一下 我們教會需要有一點 我聽說怎麼樣的情況 那保羅用的詞語很特別 我勸你們 在菲利比書的第四章 我勸你們 原來他們當中有無核的傾向 姐妹多了 就容易有一些小小的看不順眼 就有一些無核的傾向 然後呢 大時代很容易的就是有一端 一端也開始進入到教會 這些是是而非的 為什麼剛剛要讀十足信經 十足信經是幫助我們 就是異端 那你知道那個異端在當時 其實這個還沒有十足信經的年代 他們是聽到看到然後傳 然後接下去呢 如果保羅不在當中以後呢 或者是自己想要自己傳自己 覺得是對的 就開始慢慢的有一些異端學說 進入到教會裡面 所以呢 保羅也要透過書信 來告訴教會說 要留意喔 教會開始出現這些問題喔 要寫些點 下一個 好 菲利比教會也是一個 很特定的主神分子的教會 菲利比教會第一個信徒 就是我們剛剛所謂的 麥子色布皮的呂里亞 一家人 還有呢 下一個 還有玉卒他們一家人 這次開始的那個教會 然後還有一群的 願意回應神需要的人 所以這些人可以拆判尼巴佛提 那尼巴佛提也該願被拆判 跟著保羅去 然後呢 還有姐妹 我剛剛講 姐妹在這個教會當中 所扮演的角色也很特別 所以如果 菲利比書 菲利比書第十章 就會讀到 那個 我聽說 這兩個女生 有點不合 我在組裡 勸你們 要在組裡 同心 這兩個女生 有點點那個 可能 分門別 勾心鬥角 不知道 反正 反正那個 保羅勸他們 要在組裡合一 那還有 莉莉亞 這個很棒的姐妹 好 這個主成分子 來 下一個 菲利比教會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它是歐洲的第一間教會 是保羅所建立的 所有的人幾乎都是外邦人 所謂的外邦人就是非猶太人 就是非猶太人 如果猶太會堂是十個男生才可以 非猶太人呢 就是一直的主成分子 可能是移民的或者是混血的都有可能 還有外邦人 不是猶太協同的都是教外邦人 然後另外這個教會很特別 它是支持傳道師公的教會 因為他聽到保羅有福音上的需要 他就支持 就是用金錢也支持 用人也支持 下一個 他也是一個富有愛心的教會 菲利亞韓俊竹全家接待保羅 然後呢還有打發人去鐵撒羅尼迦 匯送禮物給保羅 好來 還有他也是一個差人的教會 他把伊巴伯提 我相信他也是很棒的 教會很棒很重要的領袖 他就差太伊巴伯提去給 提供給保羅 幫助保羅 好下一個 他也是一個奉獻的教會 所以他踏約的為耶路撒本教會的聖徒捐還 所以你知道這個教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這個教會的建立也是很特別的建立 所以這個教會是一個拆人也是拆錢也是拆打票的教會 這個教會成為一個保羅宣教團隊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教會 這個教會 好 我要讀 因為要證明保羅說的 我剛剛證明我剛剛所說的 都寫在哥林多後書 我們一起來讀哥林多後書的八章一到五十七 你一起來 我把神賜給馬西頓重造為的恩 告訴你 就是他們在煩惱中受大試煉之後 能有滿足的快樂 在窮之間還不快寫出他們樂見的厚恩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暗有力量 自己擔心樂意的建築 再三的求我們 所以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人生體上有份 並且他們所做的 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建給一族 又歸負了我們 最早的時候我放了一張圖 你還記得菲利比教會在馬其頓神 所以這間的教會就是馬其頓 他寫說 我把神賜給馬其頓重教會的恩 告訴你們 包括了菲利比教會 這間的教會是很特別的 然後接下去還有一段 來 我歸負了別的教會 向他們取了公家來給你們效力 我在你們那裡缺乏的時候 並沒有淚著你們一個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們都補足了 我向來凡事盡守 後來也必盡守 總不至於被操 你看寶博是多麼的棒 他說稱讚馬其頓神的教會 他說他們是支持的 下一個 這個就是我要分享的差與傳的情侶關係 什麼是差 什麼是傳 是Kononia 其實這是希臘文 而我其實我也不是那麼懂希臘文的 我當然也是找資料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 Kononia這個字呢 原來在菲利比書 充滿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字 你簡單來說就是團氣 就是你怎麼樣我也怎麼樣 你很好我也很好 你高興我也很高興 你憂傷我也覺得憂傷 你缺乏我來補足 就是那個關係是生命共同體的關係 是團氣的關係 這個字在原來菲利比書原文裡面 充滿了好多字 這個就是差與傳最重要的一個關係 下一章 這個教會是福音夥伴的情侶關係 保羅並沒有留在菲利比 募養菲利比教會 保羅並沒有說 這裡不是我建立的教會 所以他會繼續留在那裡 而讓更多福音的施工可以開闊他們的眼界 是看見上帝的工作被推展出來 好下一個 我要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真實發生的 在1880年有很多的人 400萬的意大利西維尼 湧入紐約這個城市 湧入美國 當時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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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